联盟大师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主场输给步行者之后 勇士的两连胜夹岩而止 维金斯圈阵之后 勇士的防守有了不小的下滑 不过 能在主场输给步行者 说实话库里的状态是个很大的问题 他不仅自己在进攻端没有打出高效的表现 同时在防守端 库里让尔伦秀内姆·波哈德 轰下了31分8篮板13助攻的夸张数据 其实 比起赛级出 库里这段时间给人的感觉 就是场上少了很多活力 他近三场比赛已经有两场得分不过20分了 库里在场上失去了赛季初的果断和高效 勇士宣布库里出战状态 后者抱怨球队阵容 怀斯曼回归 勇士管理层的压力来了 对于库里的状态 不少勇士球迷都看不下去了 甚至有不少人认为 如果库里不打 面对步行者 可能勇士就赢了 话说回来 库里确实在赛季初太累了 当勇士的角色阵容实力迎来一定的下滑之后 库里不得不提前发力 他有多项数据排在联盟第一 库里如今出现松懈 在场上少了一些活力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不 看到库里的问题之后 勇士也选择让库里沦秀 早些时候 勇士更新了他们的伤病报告 球队官方队外宣布 库里 追梦格林 韦晋斯三人均因伤缺席下一场球队与爵士的比赛 勇士的做法其实是对的 库里在赛季初消耗了太多体能 他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既然韦晋斯都轮休了 干脆库里也轮休算了 勇士目前的战绩问题确实是对一患 但大家也都清楚 现在还只是赛季前三分之一罢了 勇士之后仍有机会重新杀回来 另外 库里已经当选了体育花报的年度最佳球员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库里有意无意地抱怨了球队阵容问题 库里先是表达了对于自己能力的自信 他从不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这是他赢得这些荣誉的原因 随后 库里表示他不是靠自己一己之力才能赢得这些荣誉 话里话外都表达了希望勇士补强的态度 库里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你非常出色或是类似的事情 我对自己的能力有着绝对的自信 但我也清楚 在这个世界上 靠单打独斗是没办法完成伪业的 库里在这个时候说了这么一番话 虽然他没有明确说管理层要去补强 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 库里对目前的勇士整体实力 已经感到担忧了 经历了连续两年无缘季后赛 特别是20-21赛季在附加赛被淘汰出局之后 那种滋味 非常难受 库里清楚他能扛着勇士前进 但想要靠他扛着勇士夺冠 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 另外 在决定让库里 维基斯 格林一同轮休之后 勇士从发展联盟召回了他们的榜眼中锋 怀斯曼被下放的这段时间 怀斯曼为圣格鲁兹勇士出场了七场比赛 他场均获得了26.6分钟的出场时间 场均能够得到15.6分 10.1篮板0.4助攻0.4强破1.1盖帽 这个数据如果是放在NBA 那还算是有培养价值 如果只是放在发展联盟的话 说实话 怀斯曼确实给人一种发展联盟都打不明白的感觉 更何况 为圣格鲁兹勇士出战的这些比赛 怀斯曼加起来的正负质还是负的 而这一次怀斯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则是表示会帮助勇士队更上一层楼 怀斯曼表示 我在联盟中已经打了两年了 发展联盟真的不太适合我的能力 因为在那里打球 我根本就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就能打出来统治力 所以我认为自己的舞台还是在NBA当中 这一次回归之后 我一定会帮助库里做好挡差 并且我也会尊重教练组的战术和打法 随后记者表示 勇士队的总经理怀斯曼 把你的天赋和农眉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 对此你怎么看呢 怀斯曼说道是的 从身体天赋来看的确如此 很高兴 勇士终于认识到我的优势 我在联盟当中拥有着很高的天赋 我的移动能力在四毫位上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我肯定可以在比赛中打出来 绝对的优势 回归之后 怀斯曼被放进了勇士的阵容大名单当中 下场比赛 不出意外 怀斯曼会以替谷的身份出战 回归之后 他的表现并没有让球迷有太多的期待 甚至不少球迷已经准备好看笑话了 在库里公开抱怨之后 勇士管理层的压力也不小 纵然勇士保证了核心阵容的稳定 但大家都清楚 如果没有交易的话 只靠着核心阵容硬撑着 勇士想要完成未免 那真的太难了 阵容深度是一支冠军球队必须要去保障的 这支勇士深度很薄弱 另外 勇士现在就算想要交易 他们也很难换回什么优质的筹码 说难听点 怀斯曼 库明佳 目的这几人也就只有勇士当快宝 在其他球队甚至是勇士球迷的眼中 他们的交易价值都已经跌至谷底了 强得要他们对争冠没有任何帮助 若对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 也不会为勇士做嫁衣 如果不搭上几个首轮选秀权 想用他们换来争冠拼图 换来及战力出色的球员 难度不小 这就是勇士管理层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同时根据可靠消息 目前勇士管理层已经向格林与克莱提供了序议合同 并且薪资与年数都符合两位球员的新领预期 勇士三人组将一起终老勇士 勇士管理层向克莱提供了一份四年八千五百万左右的合同 克莱大概率会在今年休赛期跳出如今的这份合同 从而重新与勇士管理层签下一份新的四年合同 如今克莱32岁 这份新合同的签署 就意味着克莱将在勇士达到37岁的退役年纪 他大概率将会中欧勇士 而勇士管理层想追梦格林提供的是一份三年六千五百万左右的合同 格林会履行完如今的这份合同的最后一年 然后执行新合同 同样格林也可以在勇士达到37岁的年龄 虽然克莱和格林的这两份新合同都距离上一份合同 有着不小的薪资差距 但是也符合如今两人的实力与竞技状态 并且是一份三到四年的长期合同 而库里的合同也将在2026年到期 不过作为勇士队的灵魂人物 管理层一定会为其提供一份很不错的养老合同的 勇士三人组也都将中老勇士成为一段佳话 通过本赛季的比赛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格林是球队当之无愧的防守大闸 承担起了球队防守的重担 而克莱的状态也是逐渐的灰暖 虽然达不到巅峰时刻的水准 但还是可以为球队提供不错的火力输出 库里 克莱与追梦三人组一起为勇士带来了四座总冠军奖杯 都是球队的功勋球员 铁打的三人组 流水的兵 无论勇士队的阵容发生怎样的变化 无论谁走谁来 苦追趟三人组从被球队选中开始 一直都效力于勇士阵容 休赛期勇士管理层不愿提前续约格林 为克莱提供一份两年的短期合同 而如今勇士对管理层态度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库里对于管理层提出了对于二人的续约请求 库里作为勇士对灵魂级别的人物 他的请求管理层还是十分重视的 同时本赛季格林的表现与克莱状态回暖也是被续约的关键 最后再多说一嘴 骑士勇士开赛前20场 战绩在五成上下 赛季结束可能会在48到53胜 赛季中期如果阵容引进偏防守的有力风险或者功能型内线 那勇士可能会到西决 如果进了总决赛 并且不碰熊路那么就未免成功 先在勇士的整体得分最合理 库里30多分 汤普森维基斯20分 格林卢尼10分左右 普尔替补得分接近20 这样的勇士绝对有希望 这样库里就不用拼死拼或拿高分都可以带队胜利了 最近联盟针对勇士的犯规过于严格 标准吹得不一样 也算是对抗吧 不过感觉最后吃亏的还是勇士 最近几个老将打得确实也嘞 常规赛八人轮换地打 容易受伤 嘴哥应该是要买枸杞 所以调休了吧 下场库里哥林也调休 联盟的哨子在勇士的课场太多 打压过于明显和没有下线 既然这样 还不如不打 勇士内部有矛盾 明显是新旧权威之争 年轻人为何如此 是因为觉得老帕尔都不行了 可不仅仅只是针对汤普森一人 明显对于库里克莱和格林都有意见 既然如此干脆在课场全换 让年轻人感受和脑袋清醒一下 不然还以为原来输球都是老帕尤其是克莱的责任 殊不知人家先发五人在场其实是赢分的 踢步才是挖坑的 没了老帕尔 看看年轻人输的那是一个惨 全路换不仅仅是科尔一人的意见 估计老帕尔也有一件 这是官吏层和勇士功勋之间的问题 要说荣誉和薪资 人家老帕尔荣誉多薪资高 百烂其实受损的还是年轻人 何况勇士去年还是冠军 今年依然实力强劲 总结一句话 新老交替 官吏层支持年轻人夺权太早 所有人的依然印象 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